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過 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有型了很多 因為我們有看到車廂說話的影片 這麼高的視頻 我弄了一個大的蝙蝠 蝙蝠著相機 前面這個畫面就是 Group 畫面 我今天就走高速公路上班 大家可以看看日本高速公路 不用再走下路 同樣地多謝 ShrubShop VPN 贊助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有網絡安全問題的顧慮 記得一定要加入VPN ShrubShop VPN 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首先你加入VPN 我講三個最有關的優點 就是 一 你實際是會節省到錢 二 你節省到錢之餘 你還會看到更多內容和內容 第三 網絡安全大大受到保障 首先第一 網絡安全大大受到保障 如果大家會用公共Wi-Fi 即是公司Wi-Fi也好 我是很建議你用VPN 尤其是大公司 有很多數據 其實被人看到 有甚麼不法之途想拿你的資料 其實很簡單 尤其是機場 政府Wi-Fi 很多人用公共Wi-Fi 一定要用VPN 其次 第二 就是怎樣幫你實際省到錢 其實如果你會玩網絡平台 你會發現到你在不同地區的時候 那樣東西的價格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用VPN 你把你的IP改為不同的地方 你會實際省到錢 第三 你為甚麼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內容 很多日本網站 只是被日本IP看到 如果你有VPN 你就可以暢通無阻塑的網站 其實VPN 它是續續的翻牆 翻牆和VPN 即是我現在說的有甚麼關係 不一定是你想上日本的網站 或者你要去中國大陸 你是要用WhatsApp 你要用LINE 或者你要上某些網站 那你就會暢通了 如果你用VPN 你會上得到那些網站 Surfshark VPN 和空間VPN 最大不同的是 全球有超級多個視頻 你看看 幾千個 然後它一個帳戶 可以登入無限部電腦 這是很低的東西 你可以用一個帳戶 整個帳戶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影片簡介下面會有超連結 大家試用 這個超連結 即是優惠馬 Osaka ND哥 你會得到一七折 以及免費三個月 一個月 不用二十元港幣 是很值得玩 很便宜 我們上集就說 月入兩萬港幣 香港 versus日本 很多人留言 都會說 日本賺五百萬円不容易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雖然日圓每天都跌 但這一集我們統一 用一對六 去做單位 即是六元港幣等於一百日圓 日本稅後 賺兩萬港幣 月薪 稅前就是多少錢呢 稅前就是年收五百萬日圓 即是三十萬港幣 因為扣了稅 到手的金額 就是四百萬日圓 即是二十四萬港幣 一對六 除十二個月 每個月兩萬月薪 回到原點 年收五百萬 其實難還是不難呢 日本人的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就是 四百三十六萬日圓 即是二十七萬港幣 年收入 未扣稅的年收入 年收入五百萬或以上 就是佔全日本的三十六% 是否真的很少 是否真的很難找到五百萬呢 香港的2022年 入息中位數 撇除外傭 撇除外傭 就為兩萬港幣 即是年收入二十四萬 即是四百萬日圓 即是一樣 其實日本四十六萬 還多一點 還多一點 計算稅率的問題 日本的入息中位數 是高於香港 高一點 當然 日圓 現在這麼一跌 當然不是 這條片 重申一次 是以一對六來做標準 香港的稅是少於日本很多 這是事實 但是另一個事實就是 日本的樓 同樣都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當然要深入探討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即是日本有天災 日本的樓價會跌 但是近來是在省印的 然後還有稅問題 民族問題 歧視問題 要深入探討 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這次我只是說得很表面的一層 一個地方是沒有原味的 一個地方是沒有原味的 只要適不適合你 直接的比較 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有A一定有B 有特別有實 日本的樓價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日本的樓 除非日本來說 是貶值的 因為地多 因為供求問題 而上一條影片就說 日本的樓價賺錢少於男性 對 這是沒有錯 這是沒有錯 事實來的 年收入500萬以上的樓價比例 只是佔12.6% 而男性是44% 即100%的男性裏 有44%的男性都在賺500萬以上 但女性只有12.6% 如果你是住在日本的樓價 你是在賺年收入500萬以上 恭喜你 你已經是全日本的 Top12.6%的樓價 一個 年收入500萬 最後33萬多日元的人 獨身獨居的話 收入是怎樣分配呢 租金7萬 食費6萬 雜費12萬 水電煤12萬 電話費5千 交際娛樂 我覺得4萬6 保險8千 這裏只是21萬3千 就是你做成12萬 有三分之一可以給你投資 可以給你儲錢 基本上你控制得好 其實你在這個收入的時候 你還有辦法提升到你的生活環境 你的生活水平 那不要說吃那麼少錢 本官方總務省統計局是說 單身人士平均一個月 只吃4萬日元 我寫6萬已經是非常充裕 而絕對絕對不是苦衡真 話說回來 到底有什麼行業 可以平均收入 連收到500萬或以上 分別有IT 平均622萬 社區的IT 不是IT support 然後consultant的行業 635萬平均年薪 然後金融保險 631萬平均年薪 然後建築 這個厲害 750萬 即是起樓那些 然後不動產 即是賣樓agent 然後廣告業 498萬 這個就少了 不到500萬 不過498萬我都當了500萬 老實說 是否簡單輕鬆地找到500萬日元 連收入 不是 不是的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是難的 因為日本 不是行實力主義 是行練資主義 除非你做外資公司 情況會比較好一點 撇開這個簽證的問題 如果當你跟我一樣 是配偶者簽證 你又好像我一樣 沒有學歷的 中學畢業 做運輸 是可以很容易去到500萬日元 這個跟學歷是沒有關係 有沒有突傳也沒有關係 就要去考牌 做長距離的司機 平均年收入是400至750萬 中短距離司機 連收入是300至500萬 但是做司機 是拿不到工作簽證 經營管理簽證 你也不可以過來做司機 你可以開一間運輸公司 你可以管理公司 但是你不可以落場做司機 以我的認知 所以你要做運輸司機的前提 就是你要跟我一樣 來搞定到簽證問題 工作 總理不在此限 上星期我做完資料收集的時候 Daniel也在Studio 我問他 你覺得這份報告 你覺得我講的數字是準還是不準 我做完資料收集 但我也不知道 到底實際社會是否這樣 我問他意見 他就說 日本的確人工是偏低的 現在的大學生 給人家教育性 是怎樣對社會做貢獻 例如環保、發明、奪勞貝爾獎等 他們不追求金錢 覺得做到他想做的事 是比錢更重要 比起年薪一千萬級人 如果你做到他想得到的事 或是他想做的事 加多少工資 拿多少Bonus 他們是不太感興趣的 他們會想知道公司未來發展 會偏向做些甚麼 他們會想知道這些事情 這個社會的風氣 想賺錢 想發達 就不是日本人的中心思想 在日本 年收入四百萬 已經可以養得起一架三喉 買到樓 還要供多一架車 是可以的 當然 不是舒舒服服 是做得到的 但如果香港 如果你是賺萬六元 萬八元港幣一個月 你可不可以公車公樓 再養小朋友 再養你老婆 或者你老公 很難 是非常困難 是接近不可能的困難 但日本是可以的 但這是否一個絕對的優點 我是否在哄大家來日本 老實說 日本已經是一個 侮辱無求的社會 大家都是有酒 又不能吃飽 又有遮瑕 就已經足夠滿足 不會再追求更多 如果你是金錢的注意者 日本是絕對不適合你 因為日本賺錢 跟香港比 是難很多的 是難很多的 但日本你要去到一個 叫做一般人認為的舒適水平 是跟香港比你 是容易很多 是容易很多 但賺錢真的難很多 大家或者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甚麼都看錯 我想大家多點留言給我 因為我想知道大家怎樣想 我想知道大家怎樣想 日本也有很多話說 香港也有很多話說 如果大家想到一些更有趣的話題 記得告訴我 困定實車 哎呀 錢都發出來了 哎呀 走高速公路上班 然後實車 我頂了個費 這個高速公路 我是走900日圓一轉 900日圓一轉 現在日圓便宜了 五十元港幣 我便宜了大腦 大腦的東西加到五十五元 OK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分享、訂閱、讚好、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 還有我點了頭是否漂亮 但這個角度好像行不太清楚 OK 我不是應該離開出口 我走不下路 算了 我不說了 我們要專心塞車 拜拜